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吕肃的方向 对我说 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们了 你千万不要进去 吕肃的身影从烟尘中走了进来 他依旧是老样子 面带笑容 不向敌人狭路相逢 反倒像是朋友久别相聚 在他身旁跟着的是一脸兴奋的缝鬼手 我看了看两人身后 中宫背着昏迷的专锐 沈浩背着腿受伤的仲华 两人都是很狼狈 吕肃也没有阻止 任有几人走到我身边 我瞄了一眼他们的装备包 发现里面的重武器已经没了 看样子是被吕肃给搅了 想来也是 如果中宫等人手里还有枪 吕肃也不会让他们这么来去自如 他环视了我们一圈 目光最后停留在两具尸骨的身上 最后又根据衣服的样式判断出了无水的尸身 微微挑眉就说 嗯 死了 真是可惜 此刻无水刚刚离尸 我听到他这漫不经兴的口吻 心头怒火顿时扩大 即便一次次强调要冷静地面对这个心肌深沉的笑灭狐狸 但这会儿还是有些控制不住 我怒道 住嘴 你没有资格说的 吕肃 你费尽心机 到底想要什么 吕肃笑了笑 说 我说过 我要的是钥匙 打开人体力量的钥匙 说这话时 他的目光看向那扇关闭的木门 我心头一跳说 你要寻找的钥匙 就在这扇门后面 你就这么肯定了 吕肃笑了笑 说 都走到这一步了 肯不肯定又有什么忧 说着 他抬步往前走 朝着那扇门的方向而去 我立刻身体一侧 挡住他的身体 冷冷地说 今天不将话说清楚 别想走 除非你从我的身体上踩过去 吕肃看了我一眼 神情依旧不紧不慢 微笑说 真相我已经告诉顾警官了 你可以问他 陈轩 我对你们并无恶意 豆腐怒道 你这话去聘鬼吧你 都这个地步了 还说这些假模假样的话 尼亚的脸皮也太厚了 不嫌恶心呢 恶心 吕肃嘴角的笑容淡了下来 瞇了瞇眼说 你们好好想一想 这两年来 你们害死了多少人 同样设为自己的利益 你们就是受害者 我就是假模假样 他说这话时 我心中一懂 这时想一想 确实不假 我这两年一直追寻 诅咒的下落 一路死的人 着实不少 甚至在玄冰洞里面 为了活命 还杀死那个 两次帮我的信使 我苦笑了一声 不由无语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 站在自己利益角度时 就是正确的 却无法容忍别人牟利 我没说话 豆腐却并未想这么多 他说 至少我们以前 一直真心 把你当成朋友 和你呢 你一直都是骗我们 吕肃目光盯着他 一只温和的笑容 转变为冷笑 咄咄逼人的说 那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付出过真心 你要是有真心 就不会这么骗我们 吕肃猛地反击 说 难道你就没有骗过谁吗 你不是一直满着陈玄 难道你对他 也是假模假样吗 豆腐神情顿时狼狈起来 结结巴巴地说 你 你知道什么 吕肃冷笑 该知道的自然知道 不该知道的 我也知道 这是文敏焦急地说 他之前给了污水架资料 那里面有窃听软件 我心中一愣 因为哑巴受伤之后 他的装备包 一直由哈尔茶盖背着 由于他的装备包并不重 再加上时间紧迫 因此我们也没有查看过 该死的 那平板待机功能 也太牛了吧 到现在还有电门 豆腐文言 也是倒抽一口凉气 指着吕肃就说 你也太阴险了 我吕肃做人 一是一 二是二 我是不是假模假样 摸着你们的良心 好好问一问 豆腐愤怒的神色 顿时狼狈起来 估计在心中 琢磨了一下 最后在我耳边嘀咕说 好像只要没啥利益冲突 姓吕的平时还是 挺那啥的 顿了顿 豆腐说 看来我的事 他都知道了 现在咋办呢 豆腐这话 让我心中 蓬蓬直跳 这姓吕的 一直想找 所谓的钥匙 那么对于豆腐这种情况 以他的为人 很可能做出两种选择 第一 他如果这一次 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那么为了防止 普真在豆腐体内复活 带来后患 肯定会斩草除根 吕素这人 为人确实跳不出毛病 但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时 绝对是心狠手辣 完全不留情面的 第二 如果这一次 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那豆腐同样也危险 他很可能会对豆腐下手 甚至逼迫他和狮仙 尽快融合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毕竟所谓的钥匙 没有人比狮仙更清楚 到时为了防止 尸仙复活时候发难 又想得到尸仙的信息 他会怎么对待豆腐呢 我能想到最大的限度 就是将人给弄残 剁手砍脚都好 总之 怎么能在尸仙融合复活之时 将他的力量削减到最弱 我就会怎么做 同样 一吕素的心狠手辣 只怕会更深的 豆腐现在确实聪明了很多 或许 他已经逐渐有了 普真的思维方式 因此一听吕素这么说 公姐就想到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神色就逐渐难看起来 最后忍不住 躲在我的后面 紧紧揪着我的衣服 就说 老陈 被木头抓走那一次 我生不如死 这一次 你可不能再这么没义气了 我盯着吕素 些话说 就算同归于尽 我也不会让他动你 豆腐咽了咽口水 嘴里胡乱说着 那多不好意思呀 如果不是现在情况不允许 他说出这话的时候 我真想抽他一巴掌 然而 这话也让我心中发热呀 至少让我明白 眼前这个人的思想 大部分还是属于豆腐的 他还是我那个不靠谱的 豆腐兄弟 吕素手里提着鬼哭刀 我以为晃动了一下 胆胆地说 陈玄 你真的要与我作对吗 我要的并不多 那后面的东西 还有他 除此之外 我没有任何理由对付你 吕素嘴里所说的他 自然是指豆腐 豆腐吓得一缩脖子 连忙摇头 就说 你以为老臣跟你一样狼心狗肺呀 我告诉你 绝对不会 吕素歪了歪头 缓声说 是吗 如果非要和我作对 那我就只有不客气了 说这话时 他手里刀猛然架在文敏的脖子上 这一下 实在让我们始料未及 豆腐大怒 卧槽 姓吕啊 你好意思 堆个女人回刀啊 吕素微微一笑 他是警察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杀他还需要理由吗 紧接着 他看向我 微笑说道 给你三个选择 第一 我杀了你们所有人 当然 其实我不想这么干 第二 我杀了他 第三 把他交给我 我们其余人 保证安全 兄弟和女人 生和死 该选哪一个 你心里有数吧 我还没发话 豆腐怒道 晃八蛋 老子今天跟你拼了 说着 他抽出一截活动钢管 愤怒地 朝吕素脖子 就砸了过去 平日里 他难得这么爷们的时候 中功不由手 算我一个 他早已将专锐放下 这会儿也抄起探产 朝吕素背后吸过去 众人完全是被激怒了 谁知 就在这时 我耳边怦然 响起一声枪叫 紧接着 中功身形晃了一下 猛然跪倒在地 开枪的是冯鬼手 他这一枪 打中的是中功的肩膀 中功捂着流着血的伤口 嘴里直抽冷气 沈昊赶紧去扶他 神情别提多扭曲了 与此同时 吕素却反手一刀一挡 他力道十分大 豆腐那点力气 哪里是能和他相比较 这一挡 反倒被震的钢管 就脱了手了 紧接着 刀架在豆腐的脖子上 吕素眼疾手快 将人拽了过去 淡淡地说 我说了 对你们没兴趣 你们现在就可以离开 我只要他 豆腐挣扎着怒道 要我 老子是你爹儿 你祖宗啊 我靠 我没你这样的孙子 老子 别管我 跟这牙拼了 我今天跟他一起死了算了 说完 猛然去夺吕素手里的刀 吕素这会儿 还没确定门后的东西 因而现在不可能杀豆腐的 但神色一变 见豆腐如此激动 反而担心将人给弄死 手里刀不禁往旁边引挪 我看准这个机会 猛然一脚踢出 直逼他手肘出 这一下他反应不齐 被我踢了一脚 手里刀猛然掉在地上 正当我打算乘胜追击之时 肩膀处传出一阵剧痛 伴随一声枪响 煞事间热血飞溅出去 这时便听冯鬼手 不冷不热地说 我说你们这么蛮干 是当我不存在呀 他手里的枪 开始缓缓扫过每一个人 一时间气氛顿时变得沉默起来 整个过程中 唯一没有动作的就是哈尔查盖 他环抱着法杖 似乎是不关己一样 冯鬼手的枪口移到哈尔查盖身上时 看了吕素一眼 显然是请示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